一位德国女孩结束居家检疫后 在影片中分享了居家检疫的心情 称赞台湾政府很好 这位德国女生认为台湾防疫做得很好 相较德国 奥地利和瑞士 台湾的餐厅 商场 超商等地点 都有干洗手可以进行手部消毒 另外有一对台韩跨国情侣 则谈到在台湾居家检疫期间 一度因为讯号不佳 让警方直接找上门 台湾的防疫成效被世界看见 许多在台湾的外国人 都肯定台湾政府防疫确实而迅速 在台湾长期居住的土耳其人吴凤 呼吁国际组织让台湾加入 吴凤指出台湾政府超前部署 阻止病毒扩散 并且有先进的医疗科技 和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照顾系统 和台湾2400万人合作 世界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黄晏玲 真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黄晏玲